金深水同志 人要走出来 我们要往前看 毛主席最近发表了一系列 关于抗战的讲话和文件 非常的鼓舞人心 在我们的战场上 和整个太平洋的战场 日口将迎来最艰难的时刻 我相信在不觉的将来 他们肯定会滚回自己的老家去的 而且你这一次又一次的出生入死 貌似和小日本决斗 我个人很佩服你 被人命而死 我觉得众如台山 什么死不死的 那个 林音音同志 对入党有什么想法了吗 这个事 我跟她聊过几次 她也表达了想要加入的意愿 但是现在还不确定 好 那就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吧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发现 还有 真指出事前 镜子园长来看过她 怎么看的 当时死刀了 大家都睡着了 不见爸爸了 就偷偷看着窗外 突然一个黑影走过来 是镜子园长 是她把镜子带走的 这事不要再和任何人说了 是不是镜子园长恨死了镜子 这事情叔叔一定会调查清楚 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过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谢谢叔叔 你觉得 小雪这孩子说的话的可信度高吗 我认为 孩子是没有必要撒谎的 林音音一直不是觉得镜子怪怪的吗 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 但是 毕竟和镜子接触比较少 这种感觉也不能说明什么 但是照你的话来说 镜子 到最有可能是长期 你继续观察镜子 一有情况立刻汇报 最近镜子和腾村接触得比较频繁 幼儿园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两种情况 应该联系起来看 你的说法我同意 日本人开始对小孩子下手了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 还有 咱们答应过白大一 要把小雪送到延安去 这事 咱们可不能做不到 是啊 你现在就让秦时光去放出话 说他手上有金属探测器 谁对金属探测器有兴趣 谁就是嫌疑人 为了让嫌疑人放心 还要放出话说 先安排去周震探测 三日后再到小湖附近 这样 嫌疑人就可以放心地贿赂和盗窃金属探测器 应该是他就帮他们那里 他就不肯定就不肯定就不肯定就在一起 你着用吗 它就不肯定就让你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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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你算你算你是怎么没那样 你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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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你算我算你算你算你算我算你算你算我算你算你算我算你算你算的呢 那你答应我的事 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呢 秦处长 我们呢 什么也没有查出来 所以说啊 您这忙 顶多就算是帮了一半 小滑头 我就知道你不老实 来 来 秦处长 您说你身居要职 那你一定知道 很多我们常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吧 开玩笑 我这个处长 那是白当的吗 有一件事啊 我特别好奇 听说最近这个日本人在郊外 不知道拿着一个什么东西 在跑来跑去的 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呢 没见过师妹吧 那叫金属探测仪 他们在找日本人的一个箱子 这箱子里面呢 装的都是重要的机密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金属探测仪 不怕您笑话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 你说 这鬼子的洋玩意儿 可真是仙境啊 这有什么呢 我行训室里面多了去了 都是我缩起来了 哎呀 盈盈啊 我老实跟你说 这中国 早晚是日本人的 你以后跟着我齐某人 我准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那金属探测有什么好的 我对你 才是一往情深的 捧在手里 那把摔了 放在嘴里 他把话 看您说的 那就多谢您的厚爱 今天晚上 我们不醉不归 好 来 来 我给你啊 哎呀 我真的 我特别喜欢你 我知道 来来来来 我对你 就是自己的 就是一切 我对你 我对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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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你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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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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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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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拿到刑讯室的钥匙了 你拿好了啊 金属探测器就在里面 你可真够胆达忘卫 你万一暴露了可怎么办呀 你放心吧 它睡得跟头死猪一样 那么大个东西 我怎么带出来 金属探测器是可以拆卸的 就是为了方便你带走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 注意安全 好 你们还敢偷懒 上头可是让我们加强警戒 上头 不过我看那秦厨长 都跟女人约会去了 平时没让咱俩在这儿挨动手 不是要三个人训练吗 那个日本兵啊 人家肯定躲地方睡觉去了 这狗似的 你欺负到我们头上了 远远 想那么多赶上 来 喝个酒 听谁 来来来 画个地儿 画个地儿 那边 那边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这就是粉小 不是 不是 来来 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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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都给我留两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什么 怎么了 好像有人进来了 不会是有鬼吧 是 原 eyebrows 娘 让你去你的书安静慎的话 应该没有人 走 好日本人 送个梦吧 你快快快走 鬼 你醒了 你怎么在这儿 是这样的 昨天我看你睡得不省人事 我怕你有事 所以就在这儿守了你一夜 你已经赢了 好吧 既然你已经醒了 那我就走了 我也该去医院了 记得喝热水 这酒还得练呢 你真的看见秦处长和林英 一起从宾馆里走出来 对 他们俩在宾馆待了一夜 天亮才出来 下去吧 区长 您找我 最近 有没有关于共党的线索 自从皇军把共党打退以后 共党就在咱们桃花镇销声匿迹了 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告诉你 他就是共产党 这些人都狡猾得很 也许就隐藏在你的身边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是共产党 也许是你最意料不到的那一个 区长 您分析的很有道理 我会继续调查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 镇上的共产党 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活动 区长 如果咱们镇子上真的有共党的话 我一定会把它交出来 好了 下去吧 是 我把刑轩是保管的摊子器给偷了 你看 这后边这个长杆其实没什么大用 所以呢 我准备从这把它截了 这样呢 就能省出很大的空间来 然后再把这个圈锁小 把它往腿里一套 然后再绑紧 穿一个宽松点的裤子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就看不出来 到时候我就可以边走边探测 太好了 事不宜迟 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吧 不过最近鬼子警戒森严 全天都有人进行盘查 而且咱们是在空旷的郊外 很难开展探测 鬼子的工兵先是在外围 后来又被知道了周震 真的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呀 现在连小湖边搜索的人也未生几个 要不这样吧 我用枪声引开鬼子 利用这个间隙你去探测 看来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不过这样实在太危险了 放心吧 我命大 就算出了事情也会逢凶化急的 一旦找到了大铁箱 我就通知游击队 和他们一起护送出城 离开轮陷区 那小雪你不管了 当然要管 我要把她送到根据地去 让她在红色天地里成长 李玲同志 我们好像还没握过手吧 握过吧 我们的革命友谊 我们的革命友谊 永不消逝 金神水同志 金神水同志 首长 请指示 快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parking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镇上人 讨发镇的 是是是是 不知道戒严了吗 把你的证件拿出来 好好好 证件证件 你就是金山水啊 金山水 您认得我 听说过 上次战斗营救有功 得到去场嘉奖 你在镇上可是出了名的 军业 您太过奖了 过奖了 大半夜的跑这儿来坐着吧 军业 事不相瞒 我最近大探到了一个消息 说这附近的坟里边 买了一匹骨丸 加持连城 你说的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啊 要不然我这么晚了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对了 军业 如果我要是挖到这批骨丸啊 少不了军业您的好处 到时候 我还能在钟左面前 多替您美颜几句 你看你以后 再也不用干这种苦差事了 你可真会投其所好 怪不得钟左这么喜欢你 别在这儿耽误功夫了 附近的区域我们已经找过 没有你说的东西 好 好好 多谢军业指点 那我上边找去 谢谢你指点 你要是敢耍我 我可饶不了你 我哪敢呢 军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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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拿着帮子 哪里有 哪里有 那边是还没搜寻过的区域 你去那边找吧 多谢军业 多谢军业指点 那我上那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差点击 不吝点赞 点击 比较 转人 2000 荒 起来 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那个人金圣水给我的 那为什么不抓住他 他是来挖盆寻找古玩的 抓他有什么用 报告 小警令你不知道吗 他往哪个方向跑了 那边 快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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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1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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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开枪 这也太心事动众了吧 我就是想看看 在这能不能挖出点宝贝 赚点小钱 赚私钱 金主任 你可真有一套啊 为了赚钱 什么买卖你都敢做 泰军 你看 我既没杀人也没放火 我就捡点死人东西 不算有错吧 我看金主任 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不要为了赚钱 萤火上身就不好了 要是 曲展怪罪下来 你吃不了兜着走 上面写他命令 到这里的所有人 都要登记上报 泰军 你看这个 自己一定拿着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这够喝一个月的酒了吧 够了够了 走 到那边去看看 金山水知道 昨晚遭遇了日军的盘查 必定会萤火烧身 他必须想出计策 让自己能够全身而吐 好 要鼓完吗 祖传的 十个大洋 送你来 明末的 清初的 要什么样的都有 见不得光的 你这儿有没有 先生 今天一来这儿算是找对人了 您想要什么样的货子 我都能搞到 越老越好 放心 保证让你们 我们要去找的那个铁箱子 就在蛋坑里边 我已经在那儿做了 不要记了 那你有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应该可以多过一段时间吧 不过一定要快 因为日本人早晚会去搜索 那片区域的 已经和游记队取得联系了 我也会尽快出城 把箱子运出桃花镇 交给组织研究调查 好 看来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了 清先生 楼下有人找 会是谁啊 你先躲一下吧 你先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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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军 太军 金先生 我们是保安处的 区长有些金先生 到保安处小聚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 我楼上现在还有病人呢 区长命令 务必将金先生带到 那那好 二位稍等啊 稍等 稍等 两位 坐着喝茶 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什么事啊 有份让我去一趟保安处 那会不会有危险啊 应该不会吧 现在他们还没抓到我 什么把柄 还不敢对我下手 你一定要保重啊 放心 你也一定要保重 金先生 请 局长大人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金先生 你的胆子不小啊 你自己做了什么 难道不清楚吗 有人向我报告 你昨晚去了 我们明令戒严的地方 这有此事 金先生 你刚刚晋升为医院主任 可是你的这些举动 他也令我失望了 你这样做 是在故意违反规定 破坏规矩 我希望你能解释清楚 局长大人 您先看看这个 我知道局长大人 您一向喜欢把玩古董 我最近从墓里边 得到了这么一件 特地请局长您来见赏 可能局长大人有所不知 在这桃花镇有些古墓 里边可是藏了许许多多 罕见的宝贝 我昨天晚上正是为了去盗墓 所以无意间碰到了哨兵 希望没有早上误会 尽管局长大人 你偷偷摸摸地去盗墓 而不向保安处申报 最佳一趟 你到底 有没有把我这个局长 放在眼里 局长大人 我一得到了这件宝贝 马上就来孝敬您哪 宝刀还得配英文 是英雄吗 再说了 在这桃花镇 有没有罪 还不全凭 去让您一句话 你盗墓得来的这些古董 全部没收 因为这些东西 不是为你 不过 中国人都讲究情面 念在情面上 这次的事 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 我还是要罚你 罚我 罚什么呀 罚你 再去 为什么 你 你干吗 你干吗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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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真的被中国人献找到的话 不请后果严重 告诉我们的耻辱 镜子小姐不必大同干活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密药皇后的颜值有了重大突破 如今的药效更猛烈 控制也更精准 可以开始大量生产 如果有了药量筹备 我们就可以在这群中国孩子身上 尽情地实验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终于到了他们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腾村阁下 您果然没让我失望 对了 有件事还没告诉你 保安室的金属探测器少了一个 可是野夫并没有跟我说起过 刚刚得到线报 他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些出土文物 你认为是野夫坚守自盗 他早不挖宝 晚不挖宝 偏偏这个时候挖宝 他以前没有工具 那他是早知道有宝贝 还是不知道 我们的计划 是用金属探测器引出内奸 是吗 当然 我认为 奸细就在眼前 也不是那件 不是他 就是他身边的人 金子小姐 真聪明 各位 知道我们对中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吧 阿龙杨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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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要你们把这些糖果 发放到你们看见的每一个中国儿童手里 我们要让中国人知道 只要服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统治 他们的生活将会是无比甜蜜 今天这个任务 就交给在场的各位 用你们手中的糖果 去给中国儿童买一下甜蜜的种子吧 阿龙杨默 阿龙杨默 要的剂量 一定要控制好 当然 幼儿园的孩子 我们使用了治病治死的剂量 在外面发的那些 如果联系每周服用 病发周期为一年以上 那些人 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而且 我们所说的病发不是死 也不是身体有任何不适 我们要损伤他们的脑组织 神不知 鬼不觉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 来来来 一个一个一个 都有 都有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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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都有都有 都有都有 你一个 来你一个 现在 你把糖打开 现在就吃 快点 带着吃 来 先吃下去 快点 吃下去 快点 吃下去 真乖 行 哇 吃痛苦 我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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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好了 我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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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日军管辖区以内 只有我们桃花镇才会给孩子们分发糖果 给孩子们发糖果好像是日本宪兵们的任务之一 而且他们一定要看到孩子们把糖吃完才肯离开 你不觉得这太反常了吗 反正日本人从来就没安过好期 我也是这么认为 给孩子们发糖果一定是日本人计划的一部分 可是 是什么计划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做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想想那些满路糖 我们必须要把事情搞清楚才先 你怎么了 怎么一直咳嗽 中了风寒 您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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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在哪儿让我现在去幼儿园给孩子们做体检 避防的事就麻烦你了 做体检 我怎么不知道 临时安排的 主要是给孩子们坚持一下心体状况 好 那你去吧 不知道他们又搞什么鬼 也许这正好是摸清楚日本人计划的一个好机会 好 来 徐护士 好 徐护士 有件事情可能要麻烦你一下 咱病房里面需要一副汤药 不过医院里又没这几杯药 所以呢你可能要去一趟药房 到了药房之后 把药煮好了之后再拿过来 那你好吓我 你放心吧 会跟原主说 替别人抓药药去 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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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先生 你过来一下 那个戴帽子的先生 说你呢 对 你来一下 来啊 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了 来 吃两个橘子吧 拿来啊 把橘子拿好了 吃完了就回家啊 不要再跟着我了 其实我都知道呢 只是不想说出来 对了 对了 记得不要再跟着我了啊 再有下一回让我发现了 就没有橘子吃了 我一只跟着它 因为刚才我一直跟着它 可这是在售货店的时候 不小心被它 跟丢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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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